好 我們上禮拜介紹到補光機當中 補鏡機 會看到補光機的結構 光源發出它的光譜之後呢 經過透鏡 經過對準的光照 然後塗下去 塗到補鏡機上面的晶圓 然後晶圓會移動 讓你們帶有補光 而我們整個架構講完之後呢 接著這一小節 重點在這個光源 這個光源不簡單 我們現在所講的機子外光 EUV 就是這個光源變成機子外光 變成機子外光 光源移動 這些光學設備 都要做調整 因為不同波長光 不同波長光 它的天折的角度是不同的 大家是要色散效果的 一道白光經過三明鏡有沒有 就會導致機對彩虹出來對不對 代表什麼呢 不同波長的光 它的折射角度會不一樣 那 顧名思義的 不同的光 它整個對準系統 跟整個透鏡的設計有比較改變 但是這些透鏡都是小事 重點是這個光源 光源在曠光裡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那整個光源的發展時呢 基本上目前的光源主要有兩種 一種 用了非常久的就是水銀燈管 水銀燈管所輻射出來的光波長很多個 而其中呢 有三個波段是最讓人家使用的 大家後面會介紹 第二個就走到所謂的準分子雷射光 準分子雷射光 而對於故光光源而言呢 故光光源而言呢 是 我們的要求是什麼呢 第一個 你光源輻射出來的光的 你的強度跟波長要穩定 強度跟波長要穩定 第二個 可以調整 這是後面還會這麼高 第三個 波長越短了 它才 它陪不出來的尺寸就會越強 就在準確的圖案之下 它可以的尺寸就會越強 第二個 強度要高 什麼是強度 每單位時間 單位面積的光的流動量去 就是光的能量 每單位時間 單位面積的能量要夠強 強度其實在電磁波裡面就是政府 就是政府的意思 那所謂的頻率指的是什麼 單一顆光子的能量 單一顆光子的能量那跟頻率有關 大家要知道 光的能量 應該是這樣講 嗯 完整的來寫光的能量的話 光源的能量 能量可以寫作NHμ μ就是頻率 H是普通特長數 N是數量 怎樣呢 一束光 一束光打過來 光的總強度有什麼呢 第一個 你這個光的頻率是多少 第二個 你有多少個光子 哪邊來 那以電子波的角度 化政府來講的話 你會看到 頻率 頻率 跟波長是小板 應該說 頻率乘上波長會等於光速 頻率乘上波長會等於光速 所以 光的能量是這樣子化的 光的能量這樣子化 也就是說一個光源 它有最基本的單位能量 而頻率越高 頻率越高 一個最基本不可分割的基本能量 單位基本能量會越高 可是總能量呢 是把所有的光子塑料 全部加在一起就是總能量 而這個NN 在這個 表示式來講 你知道 週期 週期 週期可以代表的 頻率越大小 週期越長的頻率就越小 週期越短的 頻率就越大 那 這個NN 表示是政府 就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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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越大就代表政府越大 N就是政府的意思 所以一般 多要加小 一般人就說 那到底是政府大跟能量大 還是頻率大叫能量大 要看這種節目 如果今天我的Hμ 我的μ很大很大 但只有一顆光子 那它的總能量就不大 它只是單一顆光子很強而已 那如果我頻率小 可是我的光子數量很多呢 那我的能量就高了 能量就高了 所以呢 他們也是必須同時考慮 我們一般在講 光的總能量 是包含光子的數量 跟每一個光子的單位能量 總和 相乘其 相乘其 還是總結果才能總能量 所以呢 對於光源的要求 首先 波長要穩定 那也代表什麼呢 頻率要穩定 頻率要穩定 波長頻率要穩定 第二個 強度要強 所以N要強 所以第一個 μ 波長要強 就代表什麼呢 頻率要高 第二個 第二個 強度要強 所以N要大 但是頻率越高 會有一個缺點是什麼 頻率越高 穿透力越強 大家應該要這種感覺吧 就好像 一般的 一般的 白光 你用手就折出它了 可是如果是X光呢 是會 穿透過去 對吧 不同的界線 對光有不同的吸收係數 頻率越高的穿透力會 越強 這大概給我感覺 這樣講一下明白 所以變成怎樣呢 他的要求是頻率要高 一樣說 我們去追求的重點是波長 波長要厚短 能量要厚強 但是波長可以無止計量短下去嗎 沒有辦法 為什麼沒有辦法呢 我前面講過 我們的曝光是什麼 我們的曝光是希望用光照 擋住 顧色光 要擋住顧色光 那 想把光主拿掉的地方 才把光 透過我光照 來跟光主做反應 那反應就是 我的光照的設定 是部分要擋光 部分不擋光 可是如果你的波長太短 短到什麼呢 你的光照也擋住顧色光的話 這就是問題而已 比如說 我們都照可見光 我們一般講的光 其實是電子波的相關而已 電子波的range很大 但其中可見光的部分 只有這麼一點點 如果以波長來看的話 波長最短 頻率最高的可見光是光嗎 波長最長的是紅光嗎 波長最長的是紅光 我正往內臺電子 比紅光更長的波長 就叫做遠紅外線嗎 你紅光再更長一點 就叫做遠紅外線 那紫色光呢 在下面就叫做旗子外線 或是紫外光再更長一點 就是旗子外線 或是紫外光再更長一點 就是旗子外線 就是現在所講的EUV 可是呢 可見光不外面會不會稱為 紅綠藍電子 我曝光的光源 我希望波長越相越好 但是很早就已經中照浮光了 也就是我們現在講的 我們最常用到紫光的光源 就是剛剛那個水銀燈管 就是拱光波 所謂的拱 就是水銀 水銀燈管 基本上已經到達可以到紫光了 現在就是紫光還想要繼續短 這時候就來了 身為一個儀器開發商 我們都知道 光源的模型 要越來越短越好 那這時候就想說 我想給我的競爭對手 更進一步 比如說現在正在用紫光的統治 你的競爭對手是也會想到 那下一步一定是在 紫光更小一點的波長 那就是 情緒外光嗎 那就想到 那如果你是競爭對手 你會覺得 你去跟人家想說情緒外光嗎 還是會想說 你如果你是情緒外光 再更暖一點的 再更暖一點的 跑到哪裡呢 跑到X-Ray 跑到X-Ray 但是X-Ray的缺點是什麼 穿透硬體 但是什麼東西可以擋住X-Ray 什麼東西 啊 錢 錢 除了錢呢 你會不會覺得 除了錢 你會不會覺得 我們平常在拍X光的時候 什麼東西穿越不了它 就會成像 在X光線上面 骨頭嘛 對不對 骨頭嘛 所以拍過去 骨頭就白白的嘛 光透不過嘛 透過去就變丁掉了嘛 對不對 骨頭裡面主要成分是什麼 幹 所以呢 就有一票的人跑去研發X光的骨頭 那這時候光照上的材料 就要改用 幹 所以橫照橫照就已經有人去研究 使用X-Ray 但成本很高 就太發 等到有人跟他們 就很可惜 我之前跟各位講過 好 到最後呢 原本要走到金子外光 跟走到X-Ray 都有一堆的承殺 開始去製作 後來都 倒閉了 就是因為 直光繼續使用到 使用到後 一直走到膝蓋移 就是要多多強大 好 所以 曝光的光源 穩定是替然的 波長要短 讓解析度太高 強度要強 因為這樣 照光的時間就被波短 因為我們前面講過 光主要發生化學反應 需要一定的能量 而這個能量 就是靠照光的時間來控制 好 時間長 能量才夠 可是如果你的強度夠長 你的時間就可以 短一點 短一點 就好像很多人去治療 有沒有 皮膚有雀斑 或是有 有質 用淚色打下 高能量是 就可以把它燒掉 壽命長 當然 不然你這種耗材 讓你能夠用越久 越好 不然兩次換一個新的 就要像買燈泡一樣 當然需要用久一點 那一般的光源 波長的光源 最主要有分三個 這些都是 水銀燈可以發出來的波段 水銀燈的光源就是這些 這些從頭都是水銀可以發出來的 而其中呢 你會看到 它在幾個波長的內容 它的強度會特別強 當然 一個發光的物質 它所輻射出來的光 跟RX的光呢 跟這個材料內附的 能界有關 原子能界有關 因為材料之所以可以輻射出來 就代表什麼呢 你給它能量 使得它基層的原子的鏈 要先到能界上去 然後再要先回到 光State的時候 它會輻射出光 基本的曝光機 就是NASDOWN 材料可以發光 是因為 我們給它能量 通常可以屬於能量 電能 就是我們通常在插電 儀器會插電 插電會給它電能 這個電能呢 會激發 光State的電子 要先到更高的能界 然後可是更高的能界 那是不穩定狀態 它要先回光State 激態的時候呢 就會輻射出光 所以能界數量越多 它可以輻射出來的光 的波長準備就會越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有很多的波長的光 都會發 而其中呢 最主要的波段 你就記得 分別是這三個 G-Line H-Line 跟I-Line 一般你在市面上 可以買到的 當然各位不會去買 因為 貴 再加上去買這個 一般都是G-Line H-Line 跟 I-Line 這三個 而其中呢 能看到 強度最長的就是G-Line 跟I-Line 所以要符合 我們前面講的光的強度 要夠強 這樣讓你的自身時間 可以短一點 光時間可以多短化 一般就是買G-Line 跟I-Line 就是光光 從水銀燈買來 桶燈買來 最主要就是做成G-Line 跟坐車 I-Line 那其中 G-Line 是用於 1.5製程 I-Line 可以用在1.35製程 因為G-Line的波長 436Nm就是 1.436 0.436 那一般可以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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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65 Micometer 就是3.65Nm 通常是拿來 1.35的製程 你會看到 它同樣也有幾指外光的光 但是這個 強度太低了 你如果拿去把它當作 幾指外光的補光的話 第一個 它光的能量 強度小 比較佈很久 那就代表說 怎樣呢 你的使用受丟了很快 因為你要花這個時間 才可以補完一片微分 那這樣這個孔光燈 你拿去補 幾指外光的光源的話 你可能跑多少 一過之後 可能跑了多少時間 這個孔光的生命周期就結束了 因為它不妄滿 用這兩個話不妄速度不夠快 所以 基本上 主要是用來做iLine跟G-Line H-Line H-Line也有在用 Shot Shot 那通常如果你是製造的 剛剛是能用iLine 當然就用iLine G-Line做得到的 iLine也做得到啊 對不對 更短的殺機用挪刀 用更好的刀 也可以用不 一點點 然後呢 比iLine更小 iLine 那個 台灣半導體營救中心有一台 iLine不忘記 它是365更容易的 比365更小的話呢 基本上 基本上不會用水雲燈了 因為水雲燈它的強度最強的主要就是G-Line iLine跟H-Line 給它這365更小的呢 比iLine 365更小的呢 就會有準分子雷射 28 準分子雷射其實就是什麼呢 用分子 拿來當發光源 我們前面講過 什麼叫發光 發光就是物質裡面的能接 電子在做能接的藥籤 物質裡面的電子在做能接藥籤之後會發光出來 所以你要找到適合的材料 它輻射出來的光的波長要轉 波長要轉 就代表這個光子的能量大 光子的能量大的話 那發光的材料代表裡面的能接的能接差 要夠大 所以藥籤的纖繪光是在這個時候 能接差越大它能夠輻射出來的光的頻率就越高 波長就會越高 所以 水雲燈代表我們發光的材料是HG-Line 就是水雲 它這個 算是自己的 那 這個光鼓剛剛如果有最強的政府 最強的強度主要是群藍跟艾拉 而你如果要更短過程的話叫做氣瓶雷射 說出來就是氣瓶發光月亮 只是這間發光出來的就叫做 要說出來的特性有雷射的特性 用雷射的機制讓它發光 所以呢 就會用準分子雷射 這個分子其實就是氣瓶分子 KAR 佛萬赫 佛萬赫所發出來的光是248奶 好 這邊還是各位科普一件事情 科普哪些事情呢 好 來 一般我們常常講的紫外光 就是UV光 UV光 大家都在大氣中你可以都沒有UVA UVB UVC 好 那一般講的UVA 大概過程在400多最多 400奶多最多就是UVA 那UVA最可用在哪裡呢 就是做指甲的美甲漆 很多的那個銅彎支架很優勢 或是泡完銅彎之後要去造那個 就是支架那個美甲芯的固化 當那個上面的燃料固定 美甲芯 那他們用的光源你可以使用光光燈 然後選擇400多多長的光 那UVD跟UVC可能會被大氣給 臭炒水吸收掉 所以在台灣 在地球上的成分就會比較少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 比他還要更超強的極紫外線 深紫外線 你要講紫外線 應該說紫光 比他多長更短就說紫外光 比紫外光更短就說深紫外光 比深還要再更短就叫極紫外光 中文就是這個難義 可以到 極 深 然後極 最後是什麼 極深 反正就是一直疊字就好 極完全沒有 我們就這樣 比較像 偷 那個 其實就連尺寸也是 我們最早已喜歡講的是 那個是 那個是 那個 應該說 我們最長肉的尺寸 長度 在我們音質單位 你們最喜歡用的是 公式和公分 對不對 然後可以說 就叫什麼呢?毫米,對不對?毫米 在小一點,Michael Milton就叫做微米 毫米是10的-3次方,微米是10的-6次方 再10的-3次方,再下去就10的-9 就變成nenomit,對不對? nenomit剛出來的時候就叫什麼? 你們知道嗎? 你們是不是會去就叫耐米,對不對? 有一個錯,耐之後來的名字 一開始就叫耐米,一開始叫做豪微米 豪微米 豪微米,兩個相成-9,對不對? -3、6、9 所以一開始從微米到豪微米 後來直接概念叫做耐米 所以你看,華人喜歡用很多習慣 先用字疊字,感覺好像很深,有沒有? 所以你看,就會有所謂的紫外線 深紫外線,極紫外線 那下一樓肯定會叫極深紫外線 對不對? 就好像深海,極深海,超級 就好像VLSI,有沒有? 我們在第一張所講的 應該叫什麼? 機體電,大型機體電路 小型機體電路,重型機體電路 大型機體電路 超大型機體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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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就沒什麼意思 大家都回到超大型 來到 VERY LARGE 高 pickup 所以 Krs,AAAA K это可以把248耐開光 它248耐開了 2.25耐開 然後呢 然後在使用我們前面講的 光在不同的介质里面 频率不变 波长会改变 而且波长会变短 所以呢 在这样24-8的光源 整个系统浸泡在一体里面的那种光 射带光只要经过一体 它在一体里面波长会变短 短到点路5点步到点停3 可以步到点停3尺寸 那再下去走 又会找到什么呢 佛化亚LF的193 193就出来 193一开始做点点8 一开始做点点8 但是呢 然后呢 原本是开始用在点点8 可是我前面讲过 使用净论性技术 点2我可以做到点3了 那193 就应该讲 原本是248只用在点2 点25 直接要做到点8的话呢 就要用193 可是后来发明了 净论式技术 净末式 有人叫净论式 英文就叫immersion mode 就是澄清在里面 immersion mode的曝光 机台之后呢 直接用248就可以扣到点3 那更不要讲193可以继续往下扣 扣到我们现在的 我现在扣一扣 反正是现在的器材力技术 就是用193在扣 我们来查一下试试 我已经非常感兴趣 我已经非常感兴趣 这就是台机店里面的一个工程师帮 哇 哇 这个专业比较高 等一下 台机店的459 好 在459的时候呢 使用了 19 还是使用193 那种英文 我刚才讲过的 193是什么 是准分子雷射 然后呢 使用 使用immersion的 就是净论式技术 可以去付45奈米的制程 你看 immersion mode 就可以让193去付45了 我们刚才看到 波查 现在是用193吗 没有 在193 对 193 对 193 它 从点18 一直一路用到 更加 你看 这里 这张表就是在讲 整个曝光源的历史 当初发展成G-Line 用.43 Line 可以曝什么呢 0.5 0.5mine 就500Line的制程 0.5mine 然后呢 走到I-Line I-Line是365 它可以曝到 0.35 甚至小到0.25 都有机会 做得到 只要你调节的够好 今天就是准分子雷射 准分子雷射呢 中间两个少才用 后来他用的职业就是KRF DUV 因为这些都叫做UV光 就是紫外光 这些都算UV光 而KRF 小于36mine 已经到2-8了 那他用的尺寸 通常是0.25到0.13 那这个光 他只叫做深紫外线 DUV 定的 DEEP DUV就是定的UV 深紫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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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波上 他用到了0.13制程 然后呢 再往下走 KR 那個 ARF 弗外 弗外 就193 193.22 走到22 走到22 那后来呢 弗了7-5 有接到157 但什么叫 没有再用 那现在8-9的基 之外光 波长只有 13.5 那又在哪里呢 基本上144 基本上7以下 7以下 好 这本书写出来的时候 都知道7还没量子 现在7以下 7-9才 7才开始使用 7-5 7 下 甚至7 一开始推出来 去年推出来的7 iPhone X 那时候的7-9 还不是极紫外光 极紫外光 是今年的 iPhone 11 才是用极紫外光 那这个出来叫做 7 Plus制程 就是 就是 它是7奈米制程的 改良版 或是更直接版 但是还没有走到 5大鱼 还是7奈米 它是7奈米加强版 所以就喜欢这样 7 Plus 它只是属于 7奈米制程 只是它可以再 更强一点点 或更优化一点 看一下其他的资讯 7奈米倒入EUP 但是成本会变两倍 就不知道怎么会 所以刚才 台积电跑到7奈米 在7奈米发展EUV之前 EUV是 EUV是 EUV的音色 Altron Violet 这就是EUV的音色 即使外光 Altron Violet 即使外光 Altron Violet 那原本的EUV用的是什么呢 一直都讲过 在哪里 一直都是使用 那个 佛化鱼 目前使用的佛化鱼 也就是我们的193 现在193一直用到7奈米 所以看中间有多少的公元 发展上倒地啊 它都预计你一定要换 就一直换 一直换 193一直用到7奈米 就知道是多狂 就变成说 变成发展上 就不是从光源走走 而是从静润式技术 去改善它 那同样的光源 可以互出更短的波长 所以互光系的发展史里面 一开始都是在走 光源的波长变效 可是一直走到193之后呢 走到现在的 走到7奈米之前的 193 ARF的光源之后 后来的发展就是 如何改善静润式技术 那直接用静润式的方法 让波长更固定 更短 更短 而不是从光源走走 直到真的走不下去了 才又进一步的 把光在缩向 让我们起走来光 而这里要注意的是什么 虽然你的光源也没变 但是你可能用静润式的技术 使得光走在液体里面 它的波长改变了 那实际上光的波长就是变了嘛 代表什么呢 你光组最后接收到的波长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好 那这就是发现问题 不同世代的曝光技术 你会使用不同的静润式技术 让波长变多 而不同波长的光 你的光组的感光方式 或是感光的敏感度就要调整 就要调整 所以变成怎样呢 光组也是不断的持续开发 你要配搭什么光源 就要用什么光组 配搭多少制程的波长 就要配多少的光组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好像是前半年的新闻吧 不是说台积电 因为光组出包了没有 为了让我们看新闻 就是好像他们光组的动力商 突然被发挥一批有问题的光组 然后使得台积电 没有发现到这光组的问题 到后来才发现暴费了 暴费了上一天 损失高达数亿元 听过这个新闻的剧奏 没有 从来没听过这个新闻的剧奏 好 往下 OK 所以大家没有在看什么事 我们来看一下 一定要介绍这个精锁式技术 我们看 就是界有水 一开始是用水 因为折射力 最大变得到的剧奏感 可以看一下有没有更 现在它是用纯水的 用纯水 用纯水 所以有没有知道 所以有没有知道 基本上目前的开发 就走到193之后 直接跳到极致湾 EUB 那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EUB的资讯 是 1 3 2 3 4 4 6 5 5 5 6 我們早期在研究補光源的時候 有各種難易 F2的機械在8.51台名 1.51台名 只要1.51台名 1.51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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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2的機械 現在這台就只有 有資訊 1.51台名 目前是機械資訊不動 不過他剛剛說就是13.5台 那他的光源怎麼做到的呢 他是利用雷射產生的電漿 或是放電產生的電漿 那靠的是電漿 那什麼是電漿 電漿是我們下一個章就介紹的東西 所以我這周把惟影技術介紹完之後 我會清光電漿的原理 那時候就跟各位介紹 什麼叫做Prasma電漿 我最早知道電漿的意思就是 就是有情形買了電漿電池 那時候我第一次聽到這本電漿 但是我還不曉得電漿那時候 好我們回到曝光源 所以曝光的條件 解決於你光的強度跟時間 強度越強光值就越短 當然也跟你什麼光呢 跟光組有關 光組如果改光度強一點 他時間會短一點 因為跟光組的改光源 強度有關 光組的改光度越到 越容易改空的話 他時間就可以短一點 或強度就可以低一點 而光的強度呢 主要是靠什麼呢 電功率 因為我們前面講過 光源為什麼會發光 會反而輻射 會有能量 那會有電子的能量要錢 那他為什麼能不能要錢呢 當然是你給他能量 正在那裡給他的 主要都是插電 都是插電 那有兩種黃色 一種是插電之後呢 這個電源直接加到 這個 這個電位插 這個電壓直接加到這個氣圖上面 或這個發光材料上面 一種是什麼呢 充了電之後呢 他是先給到一個燈管 那這個燈管可以發光 讓這個光去激發 他你真正要發出 光源的氣體或材料 讓他再發出第二次光 常見的有這兩種 所以要來就是這個電源 直接給到你發光材料 給他電的能量 要來就是怎樣呢 間接 怎麼樣間接 我插電是先給 第一個發燈燈管 這個發燈燈管再照出來的光 然後再去給氣體 或者是發光材料給吸收 再去發射第二次的輻射光出來 這種方式 那強度當然就是跟你的能量有關 那當然就是你的公務員控制 那基本上 曝光源出來的光 基本上 曝光源出來的光 基本上波長 這麼講 我們希望他曝光的解析度越好 那就會希望他的波長 越淡定越醇越好 輻射出來的光 我們就希望純度高一點 什麼叫純度高一點 波長要穩定 波長要穩定 比如說大家講的 他的發光是一個連續波長的光源 就是他輻射出來的光是一個連續波長 但是我如果只想要碰iLine 我就需要一個濾鏡 或是有一個濾波器是怎樣呢 把非這個波長的光全部都擋住 不要讓它跑出來 讓出來光的波長乾淨 那你就要給它一個range 如果這個range太細的話 那光的強度就會變得很低 太寬的話 光的波長又太雜了 那曝出來的品質就會 有點問題 就比較容易出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拿捏 你既要讓過去的光的光的鏈度高 但又不希望 那個波長的寬度太快 因為太快就這樣講 有各長波長的光過去 問題講到這些問題 這時候就要拿捏 這個濾波的一下 過濾氣的一下 都不要注意到 所以呢 基本上曝出來的光源 我們都希望是一個單一波長的光 但是單一波長的光呢 會有一個缺點是什麼 單一波長的光 我們在陸射光打下去的時候呢 它碰到光組的感光之後 光打到下一個基板的表面 光組似乎黏在基板上面 當光穿透到光組曝光的時候呢 達到基板的界面的時候 它會發生什麼呢 反射 有陸射光 有陸射光 會有反射光 除非你是完美零定 就是 除非你沒有 你把所有東西收完 沒有反射 不然有陸射就會有反射 而當你的陸射光 跟反射光的路徑重疊的時候呢 只要你的波長頻率是一樣的 就有機會發生所謂的 建設性干涉或破壞性干涉出來 你如果產生完美的建設性干涉 或破壞性干涉 就會產生所謂的鑄波效應 鑄波 就會發生所謂的鑄波效應 鑄波效應會導致什麼呢 你希望你的光是直直的下去直直上 可是一旦陸射波跟反射波產生鑄波效應的時候呢 你就會在某個地方的光度特別強 某些地方的光的強度 剛好完全破壞就上銷了 完全破壞就上銷 所以你會發現 產生完全性的建設性干涉的時候呢 它的曝光強度會特別強 破壞性干涉的時候 而光強度過就比較不會發生反應 那你就會發現到你的邊緣的地方 原本光是這樣打下去 你希望它是瑞麗的結面 可是打下去的時候反而它基本上會反射 反射光跟陸射光產生鑄波之後呢 鑄波一產生就會造成你的邊緣會發生拖浪狀 那這個效應就稱之為鑄波效應 鑄波效應是因為你光源的露射光 跟反射光產生了鑄波 造成你露完光的邊緣的形狀 是波浪的形狀 那要怎樣降臨著祝波效應呢 幾種方法 第一個光阻裡面加一些反擊 使得怎樣呢 光大部分都被 你在穿透光阻的時候就被光阻吸收了 使得反射光的強度就變小了 這是第一種 就從光阻所受 就讓光阻盡量吸收光的能量 那可是這個你還是很難控制的 最好控制是怎樣呢 盡量減少反射是最重要的 因為重點就是反射光嘛 鑄波的產生最主要就是因為有反射光的干擾 或者說是因為反射光的干涉所造成的 所以呢 情者要情亡 所以最好的辦法是怎樣呢 直接Colding幾層抗板射程 就好像我們蠻眼鏡有沒有 我會塗一些孟穴活摩有沒有 既可以綠光又還可以看板 暴反光 所以最好是怎樣呢 直接塗上一層材料 這層材料是如胎會產生反射光的 好 這個我稱作為ARC N-Type Reflection Coating ARC 簡寫叫ARC ARC 這是一個抹磨層 它可能這個絕緣層 也可能是特殊的抹磨 在光學上不光的時候使用 等於是怎樣呢 上光組前我們前面只講 會先上這個什麼 HMDS 就是顏著劑 那在上顏著劑之前呢 我直接 我下一個要補光了 我直接Colding一層 靠反射層之後 再上那個顏著劑 在上光組 使得在機板跟光組之間呢 還有一層抗反射層 使得曝光的時候呢 打到抗反射層 比它還會關射 這是業界長中的做法 就是直接塗上一層 抗反射 這是一種做法 那還有一個做法呢 是大尺寸可以當用 超級小尺寸 也可以用來做好多的是什麼呢 就是曝完光之後 曝完光之後 在協定之前 先烘烤一下 那烘烤一下 那烘烤我們其實講過 烘烤有什麼效果 首先烘烤 如果你今天用的是 化學增強的滋光 不是代表什麼呢 烘烤可以讓 部分原來不太被反應的地方 加強它的化學反應 原本 沒什麼不知道 就是光的劑量不夠 因為它不要 讓這個 讓這個高低起伏 不要那麼的明顯 第一個是可以增強它的 那個化學反應 第二個是什麼呢 光主畢竟 是個黏稠的一台裝模型 你給它烤比較乾 但是它還沒有完全的鳴固 因為前面的軟硬烤 90度系的軟硬烤 只是稍微不忘 你如果這時候 在圍以破完光的時候 再考一下可以讓 表面的地方再流動 光主就有機會 圍觀世界中的小流動 那它再流動的時候呢 就會讓這裡的波浪狀 的形狀就會更小一點 或是你就想說 它就是 脫了一塊就流下來 最後就流成一個 平的表面 所以 消除祝國香味的幾個 第一個光主可以加燃料 第二個 鍍上碳反射層 在下面忽異成碳反射層 第三個是什麼呢 撲完龍之後 鹹影之前 站入考試 烘烤前 應該說 撲完龍後的烘烤是增加考試 反應 第二個 鹹影 那叫 撲光和鹹影之前 通過撲光後考 出國香味可以在 撲光後 和鹹影之前 不要站在 撲光之後 和鹹影之前 透過撲光後的烘烤 撲光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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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光阻里面再游动 再游动可以让它重新排列 可以让过度曝光 曝光不足的分子重新排列 来平滑这个足够效应 平滑足够效应 但是如果你烘烤的程度不够 它也会完全消除这个光效应 而你过度的烘烤 过度的烘烤又会影响到什么呢 又会影响到光阻的聚合作用 因为它里面在改光的时候 过度烘烤就会影响到它的改光效果 这就是注锅效应要注意的 所以光源确定 曝光之后很有可能产生注锅效应 比如刚刚的三种方法 第一个光阻里面加冷气 第二个度上靠反射层 前扫反射光 第三个是怎样的 就算你有反射光 没有注锅效应 我在显景后 要去显景之后呢 在一口之前 我去稍微加热一下 让光阻在流动 或是增强它里面的化学反应 使得曝光过度的地方 跟曝光不足的地方 可以稍微综合一下 重新在化学反应 把它分子重新排列 让它的边缘重新排列流动 不会那么的 波浪 让它锐利一点 曝光光之后呢 接着是显影 显影就是怎样呢 把油反应掉的光阻 我们不需要它留着的 把它溶解在显影机里面 显影里面 所以呢 首先就是 它的步骤是什么呢 步骤就是 泡到显影 泡到显影的神血里面 去溶解掉那些 曝光光的光阻 好 溶解完之后呢 接着就用DIY的 去沖洗 把多余的显影冲掉 冲完之后呢 再把它懸杆 懸杆完之后呢 再送去红烤 再送去最后的红烤 大概就是这些的支撑 就是显影的支撑 所以 显影完 是泡在显影 显影的容易里面 把溶解掉的光阻 全部 把白 招到光阻的光阻 全部溶解掉 溶解完之后呢 要把残余的显影 给去除掉 就是 就冲水 冲DIY的 冲水 把多余的显影 全部都溶解掉 冲掉之后 我们就是做 悬干 甩带 甩带 那 那 鞋影技呢 一般的正光阻都会使用 弱碱性的物质作为鞋影技 那 经常用的就是NFH跟KOH 但是 这些都不是很好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都有 那个 减土土元素 而这些可以用例子 在原件电机上 它有产存都很好 都很好 那 还有另外一种的是什么呢 其实最多的就是使用 有机物 一般 广光制度 唯一制度里面用到的很多化学容器 都是有机物 因为光组本身就是聚合物 本身就是 这场 碳 碳炼裂重的聚合物 所以都会使用有机容易来溶解光组 所以一般都是使用有机物 这个TNH的这些 轻氧化十字 蒋经安 那 副光组现在叫什么在用 因为副光组的 尤其是比较差 那如果我们是说副光组的话 一般是使用二两个人 来当做他的鞋影技 然后 乙酸冰脂做鞋影做 那这现在很少在用 就连学校的绝大部分东西 都使用震光组 副光组合很少才有 我记得上 我这位子看不到十次 大概是这样 好 所以这就告诉各位 鞋影完之后 正常的鞋影子不外应该不外应 可是你在鞋影的过程中 我前面讲过 鞋影是泡在化学容器里面 可是它进化在化学容器里面 你也一定要给它时间让它买 如果你放化学容器里面的时间不够长 你就是鞋影时间太短的话 可能会出现鞋影不足 就是你还有些公主 还没有容键掉 还留在这边 但是如果你放太久了 放太久了 我前面讲过 光打下来 光打下来还是会散射的 它会像四周反射散射 所以旁边的公主 过度或少都会有 什么呢 有光照射到 只是这个公主的强度 比较弱 所以变成怎样呢 虽然光打下来 它会反射 反射 反弹 散射 使得旁边的公主 有时照到点光 但是这种反射光的强度很弱 使得 刚放到化学容器里面的时候 它也还会被容键掉 因为你的光能量弱 我被打弱的间接很少 你的化学容器不足以融化 可是如果放的时间太长了 不然不止 付捞光的硬帮容键掉 连旁边的光主 也都会向侧边 溶解掉 就是放泡太久 因为毕竟这个协议器 就是要引起光主 就是要溶解 你的间接被光 打坏掉的光主 是要溶解掉 那你泡太久 它就会对旁边的光主 也会成功反应 就这样 所以这就是 过度鞋语 跟鞋语不足 这两种 case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那当然 溶解溶力 就从中间 开始溶解 像是四臭溶解 那也有可能 你溶解出来的尺寸 反而偏销 就用你放的时间 它也往外挂 然后呢 所以 鞋语完之后 所谓的鞋语过程 就是让鞋语 自己撒在肌肉表面 然后开始旋转 慢慢的旋 它不要旋很快 因为旋很快 就把它甩掉了 通常是怎样呢 通常是它把 地带表面 它轻轻的动一下 稍微旋转一下 就是让它均匀分布 就静静的放着 大约 二十秒左右 大约二十秒左右 就会开始再杀水 也就是说 就好像血迹一样 它开始先注入 血迹 然后呢 web 稍远 转一下 转一下 转个两三次之后 确定整片精油都浸泡在血迹机之后 大概等了十五秒到二十秒左右 不到三十秒 二十秒以内 就血迹够了 接着就会狂喷水 把这些血迹全部充掉 就会狂喷水 充掉 充完掉之后呢 就开始旋转把它旋干 就会把它旋干 好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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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